欢迎回来 今天盘面上是红通通一片百花起放 不过还是有族群独自憔悴的 对今天所有的股票几乎表现都还算不错 因为今天大涨了这么多两百多点 我们再讲一下就是独自憔悴之前的 我们先稍微分析一下大盘 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过 就是说如果指数压回来不用担心 昨天也有跟大家解释过 那果然看到今天就反弹上来 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大盘的部分 因为我们昨天尾盘的时候 有讲到联准会的会议记录 到底是三月要升多少 那现在出来三月应该是升一码 其实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这个会议记录 其实他不是昨天开 他是一月三十一号到二月一号开 可是那个时候跟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当时CPI跟PPI还不知道 那现在知道CPI跟PPI的降幅 他是低于预期 那表示说通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二月的服务业PMI是大于预期 所以二月的服务业的这个经理人采购指数 表现得非常不错 表示说景气的部分 好像没有像他们预估的那么的不好 那所以这两个数据出来 其实对于联准会升息来讲 都会造成可能他们会加速升息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在昨天的会议当中 因为是一月底就开了 所以他们出来是三月二十二号 应该要升一码 可是现在有一点点的杂音 就是说后来的五月三号跟六月四 六月四号 这两次的会议记录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预估 还要再各升息一码 他们还要再各升息一码 所以这样子变成说 对于后续的盘 应该是会有点震荡 但是昨天我们有跟大家提醒 很重要的 就是在四月的时候 因为这个陆陆续续第一季的营收 会公布表现会不好 那个时候会比较震荡 可是在三月之前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期 其实三月底确实也是在 我们所预告的一个时间点 那如果到时候的目标 真的三次都升一码的话 就会变成五点二五到五点五percent 那到时候就会形成一些动荡 但是结论就是三月底之前 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一个月时间 真的要好好把握 那真的到时候到了四月 也不要烦恼 因为震荡完之后 反而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好来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星云刚刚讲的 今天很多股票其实都还不错 可是有一个族群 表现的让人家有点逊 让人家很失望 而且这个族群还很多人喜欢 那就是面板双户 今天各自跌了将近两%多 对比今天的大涨 真的是很多投资朋友 会觉得有点紧张 可是你不要紧张 惠山老师在你身边 如果你是我们的粉丝团 好朋友的话 我们的粉丝团会做出非常多的预告 来在2月22号 昨天星期三 我们告诉大家 面板双户的部分 内容我就不再多说了 你自己看 他放在我们的盘前首页 短线要防回挡压力 我们就看到面板双户 今天压回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对于盘式的判断 有机会我们再讲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讲其他的 再来往下看 所以我们的粉丝团一定要加入 因为不加入 你绝对会非常后悔 我们里面会做出非常多提前的预告 来 再来往下看 来 比如说像台积电 台积电 我们已经预告出很多次 这次进入了第七次的预告 我们在二月十七号 告示五二零会破 破了之后 二月二十一号 告示大家五百块钱支撑 最低打到昨天五百零五 今天反弹上来 好 那这次第七次的预告 也完全的准确了 不過星云 我要讲一下 台积电今天有一个小小的 有趣的一个消息 什么 我们讲到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跟台积电有什么关系 对啊 想问为什么 因为现在糖尿病的人口非常多 占总人口九% 快一成了 非常恐怖 十个人就有一个 几乎有糖尿病 那糖尿病 所以健康很重要 那糖尿病要怎么样去做检测 它就是要用血糖机 很麻烦 每天要在那边扎 虽然现在的针很小 但是还是有点可怕 有点可怕 一滴血 很麻烦 可是苹果现在传出 他们以后的Apple Watch 可以测这个血糖 哇 越来越进步了 非侵入室 你不用扎针 你只要待在手上 它就可以测出你的血糖 那是不是 如果啦 万一你真的不幸 有糖尿病的话 它这个产品出来 你要不要 方便 当然要啊 一定要 对不对 好 它的晶片呢 台积电代工的 好 那我们跟大家讲到这边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跟大家讲台积电 包含我一直从节目开播以来 跟大家讲到IC设计四菌子 我跟你说 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今天就可以感受它 它到底有多重要了 对不对 而且我特别指明 3443的创意 它是最强的 好 来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当时有做一个比较图 为什么呢 我有讲过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创意好像涨很多 当时的比较图是九百五十八块钱 可是我说过 以它的本益比来算 其实真的并不是那么的贵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所以其实我们的IC设计四菌子 是在去年的十月底 我们就开始讲 好 那当时因为它股价 从六百二十块钱 我们当时有告诉大家要避开 跌到三百八十三块钱 我们当然没有这么厉害 刚好预测在这边 两根红K上去 我告诉大家 它已经开始要涨了 原因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不再多说 因为创意 我真的已经讲到快要烂掉 对 先进制程 就是需要先进封装 先进封装 就是要找创意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来 我们再往下看 好 然后创意一路的创高 超级猛 我们再来小小的讲一下 因为刚刚苏老师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就是IP ASIC跟TURKEY 它就像一个盖房子 我们要蓝图 我们自己设计很 平面图很麻烦 我就要IP 那可是我今天可能我的这个 你这个平面图我不喜欢 我喜欢我自己的这个style 那怎么办呢 那好 我特别帮你再做一个平面图 ASIC 好 那帮你ASIC好了之后 你说我要自己找建商盖很麻烦 那怎么办呢 好啦 那我就帮你TURKEY 我就直接帮你从制造 设计 封装全部通通都包了 那就是创意在做的事情 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是沾到台积电的光 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 台积电产能大家都下不下去 这个都被挤满了 那如果用利用创意的话 我顺利可以拿到台积电的产能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创意我们稍微讲一下 他一月的营收月减三十三趴 法售会出来 第一季会衰退一成 可是全年还是在上涨的 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在去年 有五奈米 七奈米 十二奈米 已经开发 那开发了之后 今年要投产 他可以拿两个钱 一个叫权利金 然后量产了之后 他也可以拿这个 所谓的量产的分论 所以在整个创意来讲的话 他今年的成长还是能够持续 所以我们很确定的告诉你 IP股你就是一定要看创意 好不好 那创意果然是最强的 再往下 但是其他的IP股 有没有机会呢 其他的IP股 其实也是要注意 因为IP 这个美中贸易战 晶片战之下 它变得很重要 尤其是物联网时代 还有或者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高速运算时代 IP很重要 好来 那么金星科 我们之前有讲过 等待机会 来往下看 那果然他压回来了 好像看起来 这边有一个怎样 新的底部要形成了 所以这边可以开始注意一下 来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 好来那联发科的部分 我们也是几乎每天讲 这个很重要 一定都要每天讲 短线支撑七百一 来再往下看 好来 这边七百一十三 这边七百一 这边七一一 有点可惜 又来 因为我本来真的很希望 他能够掉多一点 因为掉多一点 你才有机会 结果他没有想到 今天又上去了 好了 我们的七百一十块钱 预测完全正确 安全过杠 安全过关 就是接下来震荡整理 好来再往下看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分析 很多的好股票 包含亚历 我们这一天讲 然后连续三根红 可以上去 可是亚历 今天有点压力了 那亚历 接下来要怎么操作 来我们在粉丝团 里面会告诉大家 所以记得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好再来往下 投资池 对在投资池里面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 刚刚兴起的族群 之前前面都大涨 对 那我们要讲 哪一个族群 你知道 元宇宙 对我们要来讲 元宇宙 前几天其实有提过 2388卫生 对那2388卫生 我们讲到什么呢 就叫做MWC展 对 因为MWC展要到了 三年之后终于开张了 那在MWC展当中 我们可以预测到 它的主要的亮点 会是在于元宇宙 跟这个ChatGPT 好不好 好来再往下看 我们在之前 有讲到威盛 那其实因为 这个元宇宙 我们的投资池的部分 里面很多股票 都表现得很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一档一档的去做说明 那包含当中其中的 这个瑞宇 今天也创高了 那瑞宇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它的亮点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选瑞宇呢 因为以太网路 好 那为什么讲到以太网路 我们可以往下看好了 来 在网路的设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它是有光通讯 无线通讯 有线通讯 电信服务 网路设备 好像讲完了之后 头都晕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你就只要想 电信服务业 就是4G 5G 就是你在外面接收的 可是你在家里面 用的是什么呢 在家里面用的是 包含WiFi 好 那另外有一种 叫做以太网路 那WiFi跟以太网路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就记得一个是无线的 一个是有线的 那无线的部分 它是方便 好 可是有线的部分 当然它有一条线 它是不方便的 但是凡事没有 完全的好或坏 有线的部分 虽然不方便 但是它传输的很快 那个速度跟这个无线 是没有办法去相比的 那为什么它很重要 它在元宇宙就很重要 因为元宇宙 我们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我们可能在这个空间 这么小 可是我们就可以 拥有全世界 对 那可是它就不需要 那么大的空间 但是它要很快速的传输 那WiFi没有办法 好 那所以就必须要用到 以太网路 包含在车子的部分 也是现在也是在用车 包含以后自驾车 它也要高速的传输 自驾车当中很重要的 就是5G 然后再来低轨卫星 以太网路 5G是外面的 低轨卫星是在一个石角的地方 以太网路是在车子本身 其实它里面都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来去做说明 但是你只要记得在元宇宙当中 它需要的是以太网路 那瑞宇的部分 它的以太网路是车用 但是当然顺理成章 它就是可以切到所谓的这个元宇宙的部分 来再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威胜 威胜我们在前天的时候有讲 因为前天它也顺利涨上来了 那威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在AI 它在AI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讲过 它是台湾第一个能够创造出 制造出CPU 但是后来他跟英特尔打官司输了 然后他没有一直在CPU这边做发展 可是他有很多的IP 那这个IP可以用来在AI的方面 所以威胜现在目前 他在所谓的车联网的部分 自动驾驶的部分 其实他也产生了很多的产品 那他跟宏达电 当然两个来去做合作 那接下来在这个元宇宙的部分 他提供了相关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威胜涨停了之后 来再往下 昨天稍微一根黑黑压回 没有关系 今天涨停全部都把它吃下来了 所以非常的强势 好来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很重要的就是 其实股票它是有逻辑性的 你就看到这么多股票 一档一档的发动 为什么我们刚好都能够抓到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提前先去做准备 然后第二个再来就是 这些股票透过他们的优势存在 来再往下 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很多人觉得股票像赌博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来证明说 股票它真的不是赌博 它可以去做投资的 但是你的观念跟你的选股逻辑一定要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创意 可是创意真的很高了 对不对 已经都创新高了 那我们来找一档 小一点的 小额美的好不好 好 叫做小创意 有机会能够复制创意的走势吗 非常的活泼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叫小创意就是表示 我们对它也充满了期待 第一个 激起低 高档压回65% 离前波高点还有很大的一段幅度 第二个 它是做影像处理IC的 那影像处理IC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很重要 因为无论在元宇宙来讲 我们因为是虚拟的世界 影像处理就是经过分析跟加工 然后再处理 所以它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再往下看 今天掌停板 那大家猜一猜这档股票是哪一档 好难猜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YT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 来最后再往下 那粉丝团记得要加入 来再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明天的部分 就是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 怎么办呢 美元指数是不是还是很关键 对美元指数当然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现在本来美元指数 它是稍微在掉下来 可是现在有在回升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要到106 如果到106要小心 那10年期公在3.9% 是不是续升 因为10月的高点4.2% 当时指数跌到12692 然后明天看15669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站稳 好所以说呢 在今天一根带量的长红K棒 是站上所有的短期均线之后 明天的关键价位 也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提供给您 谢谢 谢谢 会 会